OK 可是话说回来 你说自己知彼 医生 是 老共绝对不是吃素的嘛 是 你看最近他们讲 我最近看到一些资料 包括你说他们的 南部的一些造船长 说他们那个什么万顿大区啊 跟下饺子一样 OK 可是除了这个外 包括他们的高科技 他们也一直不断的 在寻求这一方面 连接突破 包括他们的 他们叫航天吧 对 然后他们发射火箭啦 所有这些 可是最近他们在发射 火箭这一部分 是不是遭到了一些的阻力 对 刚才讲到无人机嘛 无人机最重要的就是 天空要有卫星来做 整个的定位跟指挥系统嘛 那卫星要谁送上去 就是火箭送上去嘛 我们台湾常常讲天兵 天兵就是常常犯错的兵 阿兵各家都天兵 结果中共连续十天里面 两次火箭试射失败 这一家公司也叫天兵 叫天兵科技哦 我们看一下整个过程 整个过程 6月22号中共从四川发射火箭 结果当日下午从贵州发现了 火箭发射的残骸 从天而降 大家都吓死了 赶快他串逃 那表示说发射不准嘛 你的掉落物 你没有计算精准 表示你在整个试射过程里面 你没有去计算到你的掉落物 会掉到何处 没有做事先的预警嘛 另外在6月30号 中共的火箭试射又失败 这一次是直接在河南试射的时候 坠毁爆炸了 直接坠毁爆炸 而不是所谓的火箭的桶的 一个掉落物哦 500公尺内的外的民房 全部被玻璃所震碎 那天兵科技是什么呢 天兵科技虽然是一家民营企业 但是其实真的叫天兵 为什么呢 天子的兵 他其实就是太子党加火箭军嘛 这个天兵的董事长 这个康永来这个人 他是一个中共运载火箭技术研究 长征11号的所谓的总工程师 他甚至是所谓的东风17号高超速的设计者 所以他整个对于火箭的设计 或者是对于民间这个企业里面 对于火箭的技术 其实都来自中共军方的火箭军嘛 那为什么要挂一个名气的抬头呢 因为他这个公司的发展的产品 就是要对标所谓的Spec S嘛 Spec S就是未来的星链系统 那中共不能运用所谓的马斯克的星链系统嘛 因为对于自己的国家安全会有危险 因为是美国的公司 所以他必须发展自己的火箭技术 卫星技术来建造所谓的中共 自己的星链系统 所以他们就成立了这家名气公司 把火箭军的相关的技术 给这家名气公司来使用嘛 所以天龙三号是天兵科技 是中国卫星互联网建设 为了对标所谓的Spec S的猎鹰九号的运载火箭 但是看到这次两次的试射失败 他们在跟美国的所谓的太空竞赛上面 在技术上面的技术含量上面 还可能差一大截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 其实当你看到全球之间 好了大家都讲 现在慢慢走回冷战时代 各自有几大的集团 你看到包括俄罗斯包括普丁到北韩去 他们之间有武器之间的一些往返吗 好那包括你看到对老共来讲的话 杨敏其实老共他自己希望研发自己的 包括科技以外 我们跟美国之间 我们有包括武器啊 要跟美国买武器 老共他也是武器输出大国 有很多一些国家也是从他那个地方来 但是最近的一些媒体的话 包括孟加拉包括很多地方 到底那个武器的质量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款啊 没错 其实像孟加拉 他是主要就是向中国去购买武器 但是呢最近印度有一个媒体叫经济时报 那他就报道说 最近这个孟加拉的空军 还有海军对他们这个所谓中国买来这些武器 这个都很有意见 首先第一个是空军的部分 他们尖漆 尖漆其实是在这个对岸来讲 是这个叫古董机 对啊尖漆啊 1960年代服役开始的 所以这已经是古董机了 国民学讲的米格15还是米格17吧 对啊以前叫米格嘛 所以他这个基本上已经是很老的飞机了 好像是范园院他们那边 范园院他们那边 范园跟范园院 对没错 所以你看现在还在讲尖漆 那你就知道孟加拉有多不爽了 还有另外一个被点名叫K8W 它是一个轻型攻击机 其实在中国是做教练机 它是中国成都的一个飞机制造商 跟巴基斯坦合作开发的这个飞机 那他们直接点名说 这两款有重大技术缺陷 好那这里面其实包括去年缅甸内战 他们内战里面唯一最毁的战机 就是这个K8W 那缅甸军说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被击落的 是他的技术问题 可是呢那个那个那个客轮族 他们说没有就是被我们机枪打下来的 机枪 那不管是哪一个对中国来讲都不是好事 就我们的飞机居然这么容易出状况 那另外除了军武输出 最近中国他们还有一个乐意的议题 是他们的电动车品质的问题 那像这个是六月份的时候 六月二十几号 他们居然有这个电动车在大街上直接自燃 自然 那当然这种电动车自然 在其实也发生过蛮多的了 这个都有那他当然他们这个是今年二月份 二月份在南京一个社区 他们是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处起火 然后呢最后造成这个小区 总共有15人死亡 那当然在对岸来讲 他们电动车是他们引以为傲的下一个世代的 这个所谓的重要产业 可是他们这个安全质量的问题 如果没有办法提升 对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这样的品牌 可能就会造成一些隐忧 但是刚对军进品来讲的话 他一直誓言要把中国打造成好他一直 向往所谓东升西降啦 然后大国崛起啦 所以科技这一部分 一直是他很在乎的一块啊 对啊 所以那个这个习近平要说什么 他在那个 在那个南方会议里面讲 2035年变成科技强国 那科技强国 当然很重要是包括晶片的问题 对 这是核心概念 你这个核心的事情没搞好 其他都是假 或者会出现之前刚才讲的现象 就配备就大家觉得不够用不好使 但是他拿到这些晶片 他就透过很多种方式 他现在在美国这边的很多核心技术 他被封锁 所以他从哪带 他有一些大陆的一些经商人士啦 或者是要跟他合作的 透过一些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这种带这种晶片 灰达晶片等等 是不在受限范围里面 所以呢透过这种方式 一般入境的方式 就带到中国大陆去 那能带多少啊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 带进去我就做一个研究 做个拆检 他并不是拿来做真的量产的 他是拿来做这个晶片里面 到底的技术含量是什么东西 他目前为止赶不上的 就逆向想办法 就像在四五十年前 中国大陆不是拿一些二制的飞机来 拿来做拆写 然后知道他的这个怎么制造 然后再拼装再研发自己的 他等于逆向的去做 这个就像那时候2000年出头 那次不是美国跟中共的军机 美国的侦察机跟中共军机发生碰撞 那个南海海南岛上空 对 然后那次美国的侦察机 不是迫降到海南岛那地方 对对对 所以老美那次 大家都在谈判嘛 谈到最后老美都已经设好一个 就是只要那天如果谈不成 就直接用突袭队去 魂就回来 飞机从头到尾 一片都不留的把它给搞掉 因为他们知道老共如果要是上了 然后老共也是 他讲没关系没关系 反正他就拖时间嘛 拖到他的人可以上去 想办法把所有的电子 所有的电子设备 所有的东西 摸熟了 对全部都摸熟逆向 好啦你要来 那最后大家当然谈得成嘛 因为他觉得时间也够了 所以这就对他们来说 一点少东西 也许就可以是他的大陆波 这是累积啊 这逐步不累积起来 所以他 我那个新闻要注意一下 因为有时候大陆讲说 当时中国那个美军 就像前泼了热咖啡 害了公开 原来那差一点就差很多 那他很多的技术 就是透过这种方式 一点一点把它累积起来 因为他现在很重要 是他打造自己的生态圈 因为他跟美国这个部分 他万一出现要对抗的时候 彼此那个一定是断练 所以他是要自己打造生态圈 所以他大的科技大厂 华为啦 小米啦 这些事实上 都在做自己的生态圈 然后发展自己的一些 上下游的合作厂商 所以这事件封锁他 他就自行去做研发 OK 也许时间拖久一点 但是基本上就可以 造成一个勘用的一个供应链 那现在有一个新 也有一个新的委员会 跟委员会治国 大家很熟悉 两岸都搞委员会治国 他现在搞一个什么 中央科技委员会 然后由他的亲信丁薛祥 来去一手来管 然后准备做什么 就做技术创新 然后然后推动一些科技的一些 人才资金进入中国大陆 所以你看两岸都在搞委员会治国 看谁厉害 OK